OK,Find the Lorent series of sine z除以z的五次方 at center z 等于0 在z 等于0这一点的Lorent展开 那你怎么办 这个函数一看就知道z等于0是发散的 对不对 但是我能不能把它切开来看呢 我先看sine z好不好 先看sine z sine z sine z我可以展开来啊 对不对 z各个数值通通都可以嘛 所以我可以把它展开来 你就用teller series把它展开来 所以很快的你就得到一个技术 它可以写成这样 你又不知道我们再做一次好不好 你记得teller展开是什么 这个就是teller series 只是你把an带进来 这样带进来看起来很复杂 事实上可以用另外一个来背比较快 请大家把它记住 fz mclaurin的展开来是说放在z等于0的这一点 然后1除以1的阶层 因为这是第一项 f呢先把它微分一次 之后把它放在0的地方 然后最后乘上z 把z我放在这边 再加上第二项 2的阶层 z的平方 f呢两次方微分之后呢 把z等于0 这样一路下去 所以假设是sine z 会等于什么 sine z z带成0 sine 0就等于0 一次方 1分之z就等于z sine的微分变cos 之后把z带成0 cos0等于1 再加上2分之z的平方 sine微分变cos cos微分变负sine 负sine带0带进去 是0 又不见了 再来 第三项 3的阶层分之z的三次方 这边已经是负sine了嘛 对不对 我看看 sine cos 负sine 负cos 是不是又是负1 负cos sine 0 就是负1 对不对 这样一直下来 那你起码会得到 第一项是z 第二项 第二项 就是后面的 z的三次方 负1次方 对不对 负的 所以我这个把它 也可以这样子写 负的 OK 所以 我们要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个是正的 OK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来看看 假设我把第一项 n从0开始 所以第一项是一次方 所以n等于0的时候 它是z的一次方 n等于0 就等于1 n等于0 就等于1 1的阶段等于1 果真是它 n等于1 1的地方 z 2乘1 变2 2加1变3 z的三次方 果真是z的三次方 3的阶层 是3的阶层 负1的一次方 是负1 对不对 你就这样一路下去呢 你就把sine 全部都表示完了 这个就是sine 那我要把这整个函数 把它展开来 那就很简单了嘛 fz的展开来 我不就是先把sine展开来 之后 乘上 除以z的五次方 不就得了 z的五次方 丢进去 所以你就会得到 几个四次哦 OK 我们把它丢在这边好了 这两个是5嘛 对不对 我们把它丢在 那个地方 你看z的五次方 放在这下面 是不是得到z的 四次方分之一 再加上 那第一个是减的哦 三阶层 分之一 现在z的三次方 除以z的五次方 会得到z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来呢 还有下一项 下一项是什么东西 z012 也是正的 是z的五次方 五次方阶层 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这五次方 五次方弄完 刚好没有 只剩下常数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呢 它这边有负的 012 3 7次方 7的阶层 那你是不是就得到 7的阶层 分之一的 z的平方 这样一路上去 你就已经把它展开来了 已经把它展开来了 OK 当然了 现在有个问题 Yes 7的是负的 对对对 是负的 没错 谢谢 OK 这边是负的 当然你会说 哇老师 那这题不是跟这个不一样吗 我们眼光不是聚焦在 z的一次 导书一次方分之一吗 那这边又没有 对不对 那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再处理 我们到时候会一个一个 那样子讲下去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先告诉大家 怎么expansion 这样看起来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Lawrence theory它在展开来的时候 这项可以到无穷大 但事实上这项它是有限下 它并不是一定到无穷大 它到个很大的数值 或到个有限数值 它就停了 就像这边一样 这边只到10的负4次方就没了 有没有10的负 没有 10的负6 没有 就到这边 OK 好 所以假设可以这么样展开来 它那个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当fz 等于z的平方 乘上exponential1 over z OK at z等于0 请你把它展开来 在z等于0的地方 这一看 哇惨了 z等于0 这边是发散的 无穷大 exponential无穷大 exponential已经够大了 你看无穷大四方 那不是更大的 更大的更大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做做看 先把exponential 次方啊 把它展开来 根据Tiler展开式 根据McLaurin展开式 为了避免跟这边f一样 我把这个写成g好了 这个写成g好 这个写成g好 这样子就不会有冲突的地方了 好 然后ez等于gz 那第一项就0次方 就1 第二次呢 1的阶层分之z 它一次方微分 之后再把0带进来 exponentialz 你为了n次 还是exponentialz啊 后面是什么 1 永远都是1 所以是不是 你再加上 2阶层分之z的平方 3阶层分之z的三次方 对不对 它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写成z的平方 乘上 submission n等于0到无穷到 那我怎么把这个写成这个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submission n等于0到无穷到 z的n次方 n阶层 对不对 那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 我这边是z分之1嘛 又不是z 所以是z分之1的n次方 除以n的阶层 可不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 这边有z平方哦 要乘进来 所以说我更进一步 我把这个弄掉 exponentialz分之1 1 再加上 1阶层 z分之1 再加上 2阶层 z平方分之1 再加上 3阶层 z的三次方 这样一路下去 对不对 不对 这样子做对吗 这样做对吗 这样做可不可以 嗯 可以吗 ok 好 假如说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我可以这样子来的话 那我开始看 第一个乘上z平方 z平方 加上 第二个也乘上z平方 是不是变成 1阶层分之z z平方 那这消掉了 2阶层分之1 这个呢 要跑出一个 3阶层分之z分之1 加上4阶层分之1 加上4阶层分之1 我就可以把分解成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但是 有个要求 有个什么要求 这边是有限的 所以管上多大都是有限 这边很容易无限 所以说z呢 等于0呢 会有trouble z等于很大呢 越大也越好嘛 对不对 z要是小于1呢 小于1的平方 n次方是不是越来越小 那最后它会毕竟1分之1 那不行 告诉我们z一定要大于1 ok z一定要大于1 我们可以这样子行 请大家记住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几个 四字 好 我们来看看 再看一个 1-1分之1 1-1分之1 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这两个 我直接把结果写出来 它给你小便选 等于0到无穷大的 z的n次方 假设 z是小于1 ok 这是先前的 其中一个 假设z呢 大于1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z大于1 事实上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它改装 改装成怎么样 1减掉z 你把z提出来 你把z提出来 那是不是变成 1 z分之1 减掉1 把它变换一下 是不是负的 1z 1减掉 z分之1 或者把它写成 z分之负1 乘上 1减掉 z分之1的1 分之1 那因为z大于1嘛 所以这项一定小于0 小于1 那是不是又恢复 上面的样子 所以可以把后面的 这个展开来 用上面这个展开来 把这个沉进去 答案就跑出来了 整理一下 它会变成这样 ok 这个 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背成 好 这个很简单嘛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请各位回家稍微做一下 就可以了 好 同样的 现在开车 再玩另外一个 z的三次方 减掉z的四次方分之一 你要怎么办 这个简单啊 我把z的三次方提出来啊 里面就没1减掉z 现在我看看z是多少 对不对 是不是z的三次方分之一 z的三次方分之一 你要看看你的z是小于1 还是大于1 z的三次方分之一 写在这边 假设z是小于1 那是不是前面这个 要不然呢 它应该是什么 负的 是不是我就可以做这两种展开 ok 好 请大家呢 多熟悉一下 好 再看看另外一题 非常快速 假设我fz啊 等于什么 负2z加3 除以z平方 再加上3z 再加上2 好 请你一下 对它做展开来 那这下麻烦了 我们根本就 展开来 z等于0 要把它展开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 每一个函数的状况 那目前这个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我们可以把部分分式啊 底部会变成 z加2乘上z加1 对不对 底部啊 分母的地方 z加2乘上z加1 那分子呢 只是原封不断而已 那我们把它分开来 我可以写成下 z减1分子负1 加上z减2分子负1 那现在就搞清楚 z减1分子负1 到底是什么 所以z第一个 z减1分子负1 就是 干脆 我把它整个点倒过来 1减z 分子负1 2减z 分子负1 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可以嘛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对不对 可以用这种方式 第一个式子呢 这个式子 1减z就等于这两个 好 我已经写成那两个了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 这个也会变啊 我没有搞清楚的是 我看看 我把z提出来 是放进去 z把它 好 提出来或放进去 都有不同的结果 好 我把这样子 2减z分子1 我先做一件事情 把2提出来 是不是1减掉2分子z 1减掉2分子z 那就等于2分子1 有两个2分子1 再看看后面2分子z 是什么意思 2分子z 我就把它看作z嘛 那我身边是不是可以写 summation n等于0到无穷大 2分子z的n次方 假设 2分子z 小于1 或者是负的n等于0到无穷大 2分子z的n加1次方 1分子z 假设2分子z 大于1 它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或者 我要把z提出来 z提出来的结果 它会变成z分子2 减1 OK z分子2 减1 或者是我把它颠倒过来 负的 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子 形式大家都一样会比较好 对不对 那前面是不是会有个z分子1 z分子负1 那后面是这个 这个又跟上面一样 有两种状况啊 第一个是怎么样 n等于0到无穷大的 z分子2 的n次方 假设 z分子2 小于1 或者是负负的正 n等于0到无穷大的 z分子2的 n加1次方 分子1 假设z分子2 大于1 对不对 所以现在说 第一个式子有两种状况 第二个式子有四种状况 1234 所以呢 你得到的结果就会有四种状况 不 八种状况 第一个加上这四种状况 第二个加上这四种状况 是不是 所以呢 它的结果呢 我把这个叫做 123 4 5 6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个式子 OK 所以我们fz 等于什么 我们原来的题目是 这个 负2z加上3 除以 z平方减掉3z 再加上2 加上3z加上2 对 那我们就可以等于 哈哈 第一个 配第一个 可不可以 第一个的要求是z要小于1 这边的要求是什么 2分之z要小于1 z除以2要小于1 所以说z要在 2里面 这个z要在1里面 那可以啊 那就变成1 加上 123 第三 它就变成为怎么样 summissionn等于0到无穷大的 z的n次方 再加上后面那个 2分之1 summissionn等于0到无穷大的 2分之z的n次方 这个绝对指z要小于1 这绝对指2分之1要小于1 那以最小的 为原则 对不对 它的范围就在这个时候有效 这个范围有没有包括z等于0 有没有包括 有 所以它是它其中一个解 好 1加上4 1都不动嘛 对不对 4是什么 4是这个 它是2分之z大于1 等于是一个equation里面呢 前面要求z小于1 后面要求2分之z大于1 不可能两者同时吻合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就相当于说这个要 或者你把它看成z要大于2一样啊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数值呢 它小于1大于2的 有没有 没有这种鬼东西嘛 所以抱歉 不合 OK 好 再来 1 对5 5是什么 z分之2 小于1 所以代表 z要怎么样 这是什么东西 大于2吗 假设一般z分之2好了 假设z是正值 z分之2 小于1 那z在这边 z在这边 就相当z要大于2了 z要大于2 但前面告诉你z又要小于1 不行 OK 好 1再加上 4 5 6 6可不可以 6是z分之2 大于1 假设z是正的 移过来 z要小于2 可以啊 z小于2 因为前面这个是 z小于1嘛 所以是我这个就可以存在了 3分之1 z分之1 对不对 上面选了 n等于0 到无穷大 z分之2 我也是原样的形式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没有z是小于2的 这个是z是小于2 对可以 对不对 好 再来 2 对 第三个看看 2是什么 z要大于1 这个z要小于2分之1 没有这种东西 好 再来一个 z大于1 z要 大于2 那就是z大于2 对不对 对啊 没错 所以有1跟4 2跟4 这个有 先打勾 2跟5 z大于1 z要大于2 也有啊 是不是 然后再来这个 z要小于2 z要大于1 可以啊 两者中间 陈家武 你们再判断一下 OK 里面的数字 你们自己做 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现在在这种状态 展开来的时候呢 事情就没有那么单纯的 他边说 你对着谁展开来 我对着灵展开来 那么我这两种的展开来 有不同的展开方式 不同的收敌范围哦 那这下子 我就要非常注意 我到底要谁配谁 一定要包含住 我感兴趣的这一点 要不然就通通都没有 OK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 把它算完 好 记住这是个练习 所以请大家